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看另外一个叫做 Twist 叫做Torginal Pendulum 扭摆 扭摆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在天花板上面 我们用一个有弹性的一个细棍子 好像一个钢筋 或者是一条铜条 从这里垂直垂下来 垂下来以后 那么它呢 底下就连接的一个 不一定要这么有规则的 不一定 我们画一个有规则的 比较好看 比较好画 好 连在它的中心 这汗在上面 那么 它原来平衡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是保持垂直的 它也没有扭动 后来呢 那么我们把这个 这个圆盘呢 扳一个角度 比如说它原来这个角度 我稍微画斜一点 是这样子 这是平衡的 那我把它转到这个位置来 转了一个theta角 转了一个theta角 那么这根细棒呢 就被扭了 扭了一下 好像油条一样 被扭了一下 但是没有像油条扭的那么厉害 稍微扭了一下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有弹性 你扳它的时候 它扭动了 但是当你一放手啊 它又恢复回去了 会恢复回去了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个铜条或者是钢条啊 它有一个恢复的力矩 这恢复的力矩呢 是跟它的角度成正比 那么它的方向是相反 相反 这个是恢复力矩 ok 那么这个地方的k k'叫做扭矩常数 就是它好像我们弹簧 你用力拉它 它会伸长 但等待它会恢复力量出去以后 它会恢复原来的长度 那个k'叫做力矩常数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称为它是一种 叫做力矩常数 力矩常数 k 这个跟物质有关 跟物质有关 它的单位就是tok 被theta来除 ok 好 那么扭矩常数 现在我们说 这个物体平衡位置在这里 我们现在把这个 这个物体啊 它的转动惯量是i的这个物体 对这个轴的转动惯量是i的物体 把它扭转 将物体 物体 物体 扭转以 角度 theta 从平衡位置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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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 瞬间 由禁止释放之瞬间 我们就看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 所受的合力矩 因为这个物体是转动 所以我们用力矩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它现在啊 它的重力mg 没有力矩 对不对 你一释放 这个力也没有了 只有这个恢复力矩 恢复力矩 所以合力矩 就等于它的恢复力矩 恢复力矩就是 -k'θ 这个要等于i α 因为它是这样子过来 所以它的α 是朝这一边的 α朝这一边的 你看 这个α跟θ 正好是方向要相反 OK θ在这一边 它就朝那边 也就是说 这个tok 跟θ的方向相反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iα呢 就写成 d平方θ over dt平方 于是这个式子 就可以把它改写成 d平方θ over dt平方 加上k'over i 乘θ 等于0 这个是常数 因此啊 这种形态呢 这里如果是常数的话 它就跟这个 减歇运动的 这种 典型的 微分方程呢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 Omega平方 是等于k'i 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典型的 减歇运动的 一个方程 是 微分方程 那么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判定说 这个物体 它的摆动 是减歇运动 所以 所以 是 simple harmonic motion 那么 它的震荡周期 震荡周期 是2pi over Omega 所以 它就等于2pi 更好 i over k' 震荡周期 就是这个 它震荡周期 跟它的 转动 惯量的 平方根成正比 跟 力举 常数的 平方根成反比 那么 这个式子 做什么用呢 比如说 我们 悬吊在这里的 不是这么一个 有规则的物体 有规则的物体 它的 转动惯量 我们可以计算而得 但如果说 它是一个奇形怪状的 任意形状的物体 你没办法计算 那于是 我们就把它弄成 这样的一个 扭摆 让它震荡 当然 这个 细棒的 力举常数 我们是知道的 好 你就测定它的周期 震荡周期 这个已知 你就可以求它的 转动惯量 某一个物体 绕某一个轴 任意一个物体 绕某一个轴 转动的时候 转动惯量 我们可以这样测定 好 这个是 扭摆 叫做 Torginal Pendulum 好 再来我们就看一种 叫做 腹摆 腹摆 又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 Compound Pendulum 腹摆 腹摆就是 随便一个什么东西 你让它绕某一个轴震荡 它都叫做腹摆 好 我们这里画一个图 我们这里画一个图 其实这里也可以画 好 任意的形状 好 它绕这个轴旋转 那么 那么 当它平衡的时候 我们让它自然的可以 自然的下垂 它平衡了 平衡了 那么它是 它经过直心的这一条 经过直心的这一根轴 它是跟这个重叠的 当这个实线 跟这条垂直的虚线 重叠的时候 那么 它就是平衡状态 这个时候你没有去动它 它永远保持静止 好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物体 往这边挪一个theta角 往这边 移动一个theta角的时候 我们再一放手 它就在这个地方来回的震荡 好 我们假定 在这个转轴上面的摩擦力 可以不济 空气的阻力也不济 好 这个时候我们问 它的震荡 是什么运动 震荡是什么运动 那你就得要证明出来啊 就像我刚刚说的 你如果能够写出这么一个式子 或者是写出它的加速度 是跟位移成正比方向相反 或者是它的位移的时间函数 是正旋函数 或者是余旋函数 那么你就可以判定它是渐弦运动 但是你不可以说 我一放手 它就在这里来回震荡 所以它是渐弦运动 不可以 渐弦运动是一种震荡运动 没有错 但是它是一种特别的震荡运动 就是它是一种对称性的 OK 好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 我们前面已经有示范过了 你先把它受力的力图画出来 力图一定要画 你不可以凭想象它有什么力 你简单的问题 你可以一下子就写出来 但遇到复杂它力量很多的时候啊 你不画出来 你往往会忽略了某一些力 所以画力图呢 是整个力学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要领 你考试的时候 就看你力图有没有画出来 力图画出来 才能够确保你以后 劣势子的时候 不会少掉一个力 或者多出一个力来 记住下次考试一定要把力图画出来 好 我们现在画力 它受什么力呢 我们上一次讲过 它就是受有一个超距力 我们先把这个 这一点呢 假定是它的重心 或者是直心 我们假设它是低 这是它的center of gravity 或者center of mass 都可以 center of gravity 好 那么 重力就作用在这里 我们用大写的g 大写的mg 好 那么还有什么力呢 这时候不能算张力 因为张力算是它的内力 internal force 我们画的是外力 这个地方有normal force 它本来都有摩擦力了 我们忽略这个摩擦力 所以它就是这两个力 这两个力 但你看它现在是做什么运动啊 直线运动还是摆动还是转动啊 它是转动 所以我们就求它的合力举 如果是移动 我们就取它的合力 好 现在我们就假设 这一点叫做O点 O点 转轴这个 点叫做O点 好 我们就求它经过O点的 我们现在还是一样 把这个物体从平衡位置 移 挪开一个θ角 这句话一定要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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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体从平衡位置 转移 转移 θ角 然后从静止释放的瞬间 看它的合力举 看它的合力举 它的合力举 就等于 它的合力举 就等于 負的mg d 1 乘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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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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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i乘α 这i我们不知道 i不知道 那么iα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i d平方θ over dt平方 α是这个方向 α 我们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我们就得 这样的一个微分方程 如果这里不是3c的 而是θ的话 这个是常数 那它就是做减协运动 但是它现在不是θ 它是sineθ 所以它的形态 并不是减协运动的微分方程 因此我们说一般来说 负百的震荡 不是减协运动 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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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它做的震荡 是小角度震荡 我们要不要 小角度震荡的时候 也就是说θ相当小 以至于它的sinθ可以妈妈糊糊的等于θ的弧度值 那这个时候 这个微分方程就可以写成 d平方θ over dt平方 加上mgd over iθ等于0 这个时候就是减歇运动 这个时候 这个式子就是减歇运动的微分方程 那么这一项是常数 这项是常数 我们说小角度震荡的时候 震荡是simple harmonic motion 那么它的omega平方是等于mgd over i 它的震荡周期 就是2pi over omega 要等于根号 要等于2pi i over mgd 震荡周期就是这个 这是腹白 其实我们没有单白 没有 单白的定义非常的苛刻 它那个摆锤要是一个指点 它那条线要没有质量 你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东西 找不到 找不到 所以 单白 也是一种腹白 也是腹白 任何的东西 让它 绕着某一个转轴旋 做摆动的时候 都是腹白 那么腹白的周期跟转动惯量成正比 然后这里头呢 还有7 重力加速度的平方跟成反比 那这个腹白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你测它的T周期值 就可以求出它的转动惯量 就是说这个物体 绕这个轴转动的时候 转动惯量是多少 可以求出来 如果这个物体呢 它是一个有规则的物体 它的转动惯量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可以知道 那你测出它的周期以后啊 你可以求什么 求当地的重力加速度 这个也可以用来做地质的探测 OK 这个是腹白 好 那么讲到腹白的时候啊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啊 我们 介绍一下 就所谓的震动中心 好 我们介绍一个叫做震动中心 Center of Oscillation 什么叫做震动中心呢 就是说 每一个腹白啊 任何一个腹白 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单白 跟它相对应的单白 跟它相对应的单白 这个单白的周期啊 跟这个腹白是一样 但是这个单白呢 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单白 它有特别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 这个单白 它的质量 等于什么 等于整个这个负白的总质量 也就是说 你把这个负白的总质量啊 M 当作它集中在某一点 某一点 这一点我们称来就是O-prime 我在这里重新画一个图 这是O点 这个是它的Center of Gravity 好 我们说 现在我把所有的质量 当作集中在这里 集中在这里 那么 这个长度 叫做L 就是 单白 这个单白呢 质量在这里 这个是它的百常 百常 当然这个是它的 质心的位置 好 你把所有的质量 当作集中在这一点 这一点我们称它 叫做O-prime点 所有的这个质量 都集中在这一点 跟这个形成的单白 OK 这个是单白啊 你现在要看这个 这个 我用另外一种颜色 来画这个百常 百常 百常 L 那这个单白的周期啊 D 一 就等于 2π 我们用单白的周期 跟百常的 平方更成正比 跟重力加速度的 平方更成反比 这个是这个单白 好 我们说 这是它对应的单白 这个负白对应的单白 它的周期 就等于 原来 负白的周期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百常应该是多少啊 百常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over nb 等于这么多 百常就是这么多 这就是它对应的一个 一个 一个百常 好 那么 这个是 all prime 点 这个有什么意思没有呢 我们发现呢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这个时候 apply 一个force 一个 impose 这impulsive force给它 产生一个 冲力 冲力如果朝这边 好像你拿一个锤子一挑 这个物体呢 它会绕这个轴旋转 这个物体完全绕这个轴 以这个为 原心在那里旋转 好 那么 因此啊 你挑这里的时候啊 你如果你的手是握在这里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它要转过来啊 等一等它就变成这一条啊 好 这一点就跑到这里来 这一点要转到这里 这一点转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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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点不动 你的手如果不是握在这里 或者是握在 别的地方啊 这个我要把它 弄开一下 握在别的地方 你都会感觉到啊 这个东西在震动 在震动 所以你的手握在这里的话 不会震荡 手不会有这种力量 它就在那个 只是在旋转而已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叫打击中心 也就是它的震荡中心 其实这两个 互为打击中心 就是说如果你的转轴 是经过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这一点就是它的打击中心 你如果转转 你如果转轴经过这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打击中心 这个叫做 Center of Percussion 我们成为奥特朗 那就是打击中心 这个打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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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打击中心 你们可以回去做一个实验 这个打击中心 我们拿铁锤 铁锤 来敲钉子的时候 你如果随便握它 随便握在一个位置 握在那个铁锤的柄上面 你敲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手会震动 你不断地改变位置 觉得有一个地方 当你握到那个位置 而敲铁锤的时候 这个铁锤会弹起来 但是它是绕着你这一点 做转轴的 你的手不会震动一下 只是这样子 很自然的随着它转动 那点很舒服 就是你握在正好是 铁锤 相对铁锤受力的那一个地方 它的打击中心 这个很重要 你们因为不需要用到这个 所以你不觉得它的重要 你知道以前打铁的 师父跟徒弟啊 他是拿那个好大的铁锤啊 那个铁条 在炉里头烧红的时候 拿出来放在这个砧板上 铁砧板上 然后师父敲一下 徒弟就跟着他敲 然后师父敲哪里 他就敲哪里 他一敲就是好几分钟 几十下 那个力量都要很大 如果你这个出 刚刚去做学徒的 你这么一敲 敲一个上午 你手会受伤 手受伤 因为这里不断的震荡 你可能要去看外科去了 但是他们从早这么打到晚 为什么都没有试呢 就是说他们试出来 他们敲啊敲啊 有时候会痛 偶尔会敲 怎么不痛 那一点不痛 握到那里不痛 今天就告诉他 以后就握这个位置 他就是握在跟铁锤 互为打击中心的那一点 敲下去的时候啊 那一点不会有横向的震动 不会这样震动 你敲到这一点就不会有这个震动 你敲到这边或者敲到这边 都会有震动 好 那么这叫打击中心 你打棒球的时候啊 你要打出全雷打 那你这个力道要 所有的力都要用在棒球上面 如果 就是说我们根据运动学 我们知道你把球 你要拼命用力 速度要大 让球出去的速度大 第二个就是 你要45度的把它打出去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啊 你手握这里 手握这里 球要让他打到这个打击中心 就是说他的作用线要经过打击中心 这个时候球呢 球棒就不会震动 不会震动的话 他这个就没有能量消耗在球棒上面 那所有的能量都 都在棒球上面 可以飞得更远 所以 要打全雷打不简单 不简单 你要懂得怎么样才可以打全雷打 你就是知道这个道理啊 你也不简单就能打全雷打 你还要把这一点那个找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 要请假练习要多多的做才 才这个能够领悟出来 在古时候啊打战啊 古时候的打战都是拿兵器 短兵相接 他是将军对将军先打 打完以后 将军如果被杀掉了 大概他们的兵就跑掉了 那么我们 你们现在大概不会看古时候的小说 你们大概就是看什么 古龙啊 写的武侠小说 其实我们古时候的小说啊 就写以前历朝历代的这个英雄好汉啊 非常好看 以前我在小时候看到这个 一本书叫《隋唐十八条好汉》 它里头十八个武艺高强啊 它里头有一个第一把交椅 就是武艺最高强的 叫做李元霸 他拿的武器是什么 是两把大锤啊 一锤就是两百斤啊 大锤 跟他打的人呢 不管你拿什么兵器 只要李元霸一锤下来 那个书上描写 他的敌人拿兵器挡他 比如说你拿一个长枪 或者拿一个关刀挡他的时候啊 他说一挡 虎口奔裂 握的这个虎口就奔裂 奔裂以后握不住了 那你那个 那个枪啊 也是差不多一百多斤重啊 就打回来 哈 就把这个人打死了 打成肉酱 他说打成肉酱 那个时候看着觉得 哎呀 有点吹牛哈 哪有那么厉害 但后来学到这个东西啊 想起来是有道理 为什么他一挡就虎口奔裂啊 啊 就是 你挡的地方啊 跟你握的地方 不是互为打击中心 比如说你手握在这里 那这下震动的好厉害 那个力道多强啊 一震动 你怕他打过来 你拼命握他 结果虎口被震裂了 震裂就没力气啊 就打过来啊 所以想起来 那种情况都是真的 他又描写到 有一个小孩子十二岁 第三条好汉 他叫裴元庆啊 他也是拿两把这个大锤啊 有一天就碰到李元霸 李元霸就笑他 你这么小孩子怎么跟我打 他说 跟我打的人 我只一招 他就毙命 李元霸还是跟他打 结果 那个裴元庆还是跟他打 他就打他三锤啊 裴元庆都用锤子把他挡开 李元霸就大吃一惊了 说哎呀 你这么 这么小的小孩 竟然可以挡我三锤 他说事实上那个挡我一锤的人都没有啊 你居然能够挡我三锤啊 你也是英雄好汉 你赶快跑 我第四锤你就要命了 就要你的命 裴元庆赶快跑 裴元庆十二岁 他为什么能够挡这个 这个李元霸的大锤呢 就是他武艺高强 学艺很精 他已经把这个试出来了 他手握的地方跟他锤挡的地方是互为打击中心 所以李元霸一锤过来 他用他去挡他的时候啊 比如说锤中正的挥过来 他去挡他的时候啊 他这个手不会震荡 只是会动 他一摇 他就从头上面摇过去 他手不痛嘛 所以 可以挡他三锤 但是他已经 李元霸到 这个李元霸的厉害 通常也是能够挡这个 裴元庆一锤的人 也是没有了 所以他就赶快跑 溜着打击 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这个打击中心呢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到底是什么 当然骨收打仗很重要了 现在我们倒是不常用 不过你有时候会用到 比如你订东西啊 你要订很多次的时候啊 订很久的话 你要把那个打击中心 试出来 你就会很省力 这个叫做打击中心 OK 好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来看看 哈 我们假定有一把米尺 就是一公尺长的这个直尺 它一端 一把米尺 它正好绕这个地方旋转 可以绕这个轴旋转 那我们现在要让它做小角度的摆动 它的 它的 取它的正当周期 跟正当中心的位置 做小角度的摆动 就是说它做的角度不是很大 OK 它做这个地方摆动 摆动 这个长是一公尺 这个长是一公尺 一公尺 它的质量 我们随便假定它的质量 质量 质量如果是 我这个 好 质量没关系哈 质量我们就假设它是M 好 好 正 周期 周期 就是它的质量 好 我们说质量 剩小的时候 这是一个负百 一个负百 那么它的正当周期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式子来做 它等于I over M G D 好 那I是什么呢 I就是这个直尺 绕它的一端旋转的时候 它的转动贯量 那就是三分之一 M L平方 L等于一公尺 OK 好 那么D呢 D是终点 这个时候是终点 终点就是等于二分之L 二分之L 好 我们把它 带进去 所以 T就等于 二π 根号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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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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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它就等於2π更號 m跟m就約掉了,沒有了 這是2乘上1.0公尺 然後3倍的9.8m per second square 好,這個算出來是等於1.65個second 它的震盪周期是這麼多 現在我們要求它的震盪中心的位置 好,震盪中心,那就是說 把它當作是一個單白 它的L是這個 L是這個 我們就代這個 L等於i over md 把這個數字代進去 它是等於3分之2L 這是1公尺嘛 就是3分之2公尺 所以它的轉軸 這個是O 它的震盪周期是O' O' 那就是這個長度 就是3分之2 我們假定這是O' O'O' 那就是O'O' 那就是O'O' 之長度 5為3分之2公尺 距離那裡3分之2公尺 OK 好,這個是這樣的一個例題 你們書上有很多這一類的例題 你們回去要多做 我今天點的例題裡面 點的細題裡面都有 好,接下來 我們要看這個 二物體之震盪 兩個物體的震盪 我們回去看一下 因為彩末萌 連到我們把這個 相反沒wan 而就是我們 我们讲定 这个物体跟水平面之间没有摩擦 没有摩擦 那现在弹簧的圆长 是L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物体 原来它是相距L 那就是平衡位置 从平衡位置拉开以后 一放手 这两个物体在那里震荡 我们知道两个物体 震荡 它是对什么地方震荡 对执心 因为没有外力 只有这两个物体彼此受力 所以它的执心没有运动 因为 total force external force external force等于零 所以执心就不动 那这个物体在震荡 就是对执心在震荡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两个物体 震荡的时候 它的震荡周期是多少 就说还是把这两个物体 从圆长拉开一个距离 然后释放 从镜子释放的瞬间 我们看看它的外力 还是一样 你要将 从平衡位置 拉开 一小距离 一小段距离 然后 然后 自 禁止 释放的瞬间 再次 它的合理 系统的系统 外力之合理 合理是什么 我们把这个求出来 程序就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物体 我们用这个 叫做O 圆点 这是X轴 已经拉开了 这个跟这个就代表 这两个的位置 这个叫做X1 这个长度 X2 它在任意时刻的位置是X2 它任意时刻的位置是X1 现在是拉开了 拉开了 拉开的话 这个弹簧要做什么动作 要收缩回来 对不对 贪婪收缩回来 那么作用于这两个物体的外力 就是这个方向 作用在这里的力 是F1 弹力 这是弹力 作用在第二个物体的力 是这个方向 这个是朝X的负方向 这个是朝X的正方向 一个朝X正方向 一个朝X的负方向 好 现在我们一个一个物体来看 一个一个物体来看 我们看这个SigmaF1 就作用在第一个物体上的这个外力 我们不要写 就写这个 第一个物体 第一个物体 它的这个力是等于什么东西呢 它的力是等于负的F 负的F1 我们用一维运动 用正负号来表示 负的F1 它是朝那一边去的 它是等于负KX 这个X是什么呢 X是X2接X1 等于我会注明 OK 这是因呢 果就是等于M1 DX1平方 over DT平方 这个是等于MA了 MA 好 第二个物体 第二个物体是正的F 正的F2 好 它是朝右边的 它也是跟弹簧的伸长量有关 这是大小 这是 它方向 它这个是向量朝右边 这个向量也是朝右边的 好 它呢 要等于 M2 M2 D平方 X2 over DT平方 好 这是第一式 这个是 第二式 好 这里我注明一下 X 是等于 X1 X1 减 X2 其实呢 要减到圆长 X1 X2是这两个距离 它比圆长要长嘛 这就是它弹簧 身长或者是缩短的那个量 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我们呢 就来解这个 解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 第一式 乘一个M2 第一式乘M2 然后 减到第二式 因为我们要把 这个 就是说我们 要把这两个 放在一起 要凑这个式子 X1跟DX2 好 减掉M1 第二个式子 好 那么于是 这一边我们就可以把 M1 M2 好 我们慢慢做好了 D平方X1 over T T平方 DT平方 好 减掉 也是M1 M2 D平方X2 DT平方 这是左边 右边 好 左边呢 它就是负的 负的 这两个都一样 就可以提出来 那它就是M2 减M1 乘上KX 乘上KX 对呢 负 不是这个负号拿出来 这就变成正的 因为是减这个嘛 负号拿出来变成正的 好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 合并成为一项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 D平方 X1 over DT平方 跟这个合并 M1 M2 就提出来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写 D平方X OVER DT平方 因为 这个提出来 X1 减X2 你这个DX的话呢 这两个 微分 跟一个常数微分 是一样的 因为常数微分 就等于零了嘛 所以DX就等于DX1减DX2 这个就变成零了 就是变成这个 这个式子 然后这个拿过去 就加上M1 加M2 X 等于零 好 我们把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D平方X DT平方 加上M1 M2 M1 加M2 X 要等于零 你看 这个式子 这个地方是个常数 M都是常数 所以它就是 减协运动的一个 微分方程 对不对 是减协运动的 微分方程 那就是 X是 唐宽生长量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 把这个 我们令这个 对 对不起 我漏掉一个K K漏掉了 K漏掉了 这个是等于KX 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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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的 M1 M2 KX 我先不要把这个除过来 好了 我先把这个 先除这个过来 这样子比较看得清楚 我把这个除过来 把这个除过来 M1 加M2 D平方X overDT平方 加上KX 等于0 等于0 我们再画一下 看得更简单 我们说这个 是个常数 如果我们令 M1 M1 等于M1 加M2 M1 乘M2 这个我们称为 这个系统的 索减质量 叫做 Reduced mass 索减质量 这个关系 其实就是 μ分之一 要等于M1分之一 加M2分之一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 μ 比M1 或者是M2 都要小 比这两个都要小 我们称它叫做 Reduced mass 然后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于是我们就写成 μ D平方X DT平方 加KX 等于0 好 我再画成这样子 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 它现在 就是一个 减斜运动 的式子 因为μ是常数 K也是常数 那么这就是 减斜运动的一个 微分方程 好 我们说这个物体的震荡 是减斜运动 减斜运动 OK 好 Simple harmonic motion 它的omega平方 这个时候是等于K over mu 它的正当周期 2π 2π over omega 就等于2π 更好 μ over k 从这个式子来看 这个弹簧 弹簧 对它的指点 正当是一种减斜运动 从这个结果来看呢 我们可以把这根弹簧啊 当成是这种形态 本来是两个物体 相对它的执心在震荡 那现在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 一根弹簧 对固定的一个 一端固定 一端固定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连的一个物体 这根可以跟这个完全一样 跟刚刚这个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物体的质量 要换成mu 换成mu 这样一个系统的震荡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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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它的震荡呢 我们可以看成是 一个物体 在一端固定 在墙上的弹簧 它在另外一端 在水平面上面震荡 不过 这个物体的质量呢 要换成这两个质量的 reduced mass 所以以后啊 这个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式子 可以用这一套啊 以后如果遇到两个物体 是相对它的执行运动的时候 都可以这么用 我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有两个质点 M1 M2 M1 M2 它是相对它的执行在转动 我看看我是 假设哪一个比较大 M1大于M2 这个比它大 我画稍微大一点 比较大 它的执行在这里 center of mass在这里 这两个的距离 是R 它们两个怎么转法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 它绕这个 它绕这个 比如说 它是这么转 它是这么转 然后这个 也是绕中心 我把这个稍微擦掉一点 它是以这个为中心 它是这么转 它这么转 它就这么转 角速度都是Omega 都是Omega 绕着直行转 直行转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系统的总动能是多少 这个系统的总动量是多少 我们算它的动能好了 好不好 求动能 如果照一般的做法 你不apply这种概念去做的话 它相当的长 好 我们现在假定 这个距离 M1跟这里的距离是R1 M2跟Center of Mass的距离是R2 它现在只给我们RM2跟M1 那你就要把这个R1R2求出来 好 那么 我们说 这个时候 R1加R2要等于R 好 直行的位置 这是我们求过的 直行的位置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R of Center of Mass 要等于Total Mass Total Mass现在就是M1加M2 我们直接写 M1加M2 M1R1加上M2R2 OK 这直行位置 我们现在设定 直行的位置就是0 就是坐标的原点 我们设定 我们设定它是0 设定0在这里 好 从这里我们就得M1R1要等于负的M2R2向量 那么大小呢 就相等了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R1是等于M1 over M2乘是R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箭头都去掉 它就是M1R1等于M2R2大小相等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说R1加上R2是等于R1 R1R2加上R1R2加上R1在这里 R2我这里是写 现在眼睛都看东西都看不清楚 R2用这个带 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E加上M1overM overR1要等于 这是R1 写错了 这个等于R OK 从这里我们就得 R1实际上是等于M2M1加M2乘是R 同理可得 同理我们可以得 R2它是等于M1加M2 分之M1乘是R 好 你求出这个以后啊 我们现在就可以 看这个系统的 我们要求这个系统的总动能嘛 系统的总动能 1K要等于1K1加1K2 第一个物体的一个值点的动能加第二个值点的动能 那它因为是转动了 所以它就是2分之1I1Omega平方 再加上2分之1I2Omega平方 Omega是一样的 两个的Omega是一样的 OK 我们现在就看I1I2是什么 I1是什么呢 它是要这个直星再转呢 它就是等于直点的质量乘上R1平方 I2就是M2乘上R2的平方 I1I2 好 我们就把这个带到这里去 所以1K它就等于2分之1 M1R1平方 再加上M2R2平方 没有R2平方 乘上Omega平方 等于这个 好 我们现在把R1跟R2带进去 R1是这个 R2是这个 好 带进去的结果 它就变成2分之1 M1加M2的平方 M1M2平方 再加上 M1加M2的平方 M2M1平方 乘上R2平方 这里头有R2平方 提出来 乘上Omega平方 好 我们再把这个 画一画 它就变成 2分之1 你这里提出一个M1 M2 M1M2 那加起来就是M1加M2 可以约掉一个 它就变成2分之1 这个就等于 因为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Reduced Mass 就是Reduced Mass 所以2分之1M2 Omega平方 好 M2Omega平方 就等于Reduced Mass的 转动灌量 变成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你当初啊 不要这么做 就是你如果很熟的话 我就说 这两个物体啊 你可以绕着某一个定点 再旋转 它的半径 就是这两个 指点的距离 指点间的距离 然后它的质量 用Mu来算 Omega还是一样 你看 这个总动能是什么 二分之一 乘上 质量R平方 乘上Omega平方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好 那你就说 这个时候的Mu 它是等于M1 加M2 M1 乘上M2 你如果会用这个做的话 两行就出来了 两行就出来了 不需要这么多 OK 那么你们回去做一个题目 求这个 同样这个题目 求它的总角动量 OK 用Reduced Mass 做做 照以前那种方法 也做一下看看 你学会这个东西 以后很方便 这两个物体的一个系统 绕执行运动的话 都可以用这一套 非常好用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OK OK 谢谢观看